所以讲完三系六初以后 他终结前面讲 无明是一不觉心而起的 当之无明能生一切染法 一切的染污三系六初都是染法 它是源自于一念的不觉 所以管住自己的念头是很重要的 细的无明是六万多年前的一念不觉 出的无明是现在每一分每一秒 对境所起的一个念 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互 每一个染法每一个染污 都是我们一念不觉的 写取是心所起的 所以讲完三系六初以后 我们把它做一个终结 定位成霍业 无明夜相从一念不觉 在本来无的真心里面 有了忘心的起伏 然后有了转向 转向是能见相 阿赖爷的一个什么我相 然后依着能见相 就有一个虚幻的境界相 现象 境界相就是现象 这三系相是在阿赖爷里面 是第八世的范畴 然后依着自境相 依着所谓的见分 就是那个转向 所起的见分当作是我 依着阿赖爷的境界分 当作是自己所看到的一个十有的境 他就有了第七的志向 那个坚固执着不放 执着阿赖爷的见分相分为真实有 然后这个执着的念头 念念什么 相续不断就有了相续相 这个是落在第七世 这样的一个执着就带动了后面第六世 依着一根所起第六世 所谓的分别 分别就是直取向阿 我的阿 我所的阿 所以我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 你的酱油泼到我身上了 我会不高兴 那如果是酱油泼到你身上呢 哎呀没有关系啦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啦 洗一洗嘛对不对 发生在别人身上都不痛不痒啦 发生在自己身上都不可原谅啦 这个就是第六世主观意识 这样的一个强烈秩序来自于明子像 明子像是分别 分别新而有的 所以这边是祸 祸就是无名祸业 什么叫做祸 你不明白事实的真相 所以就会有这些迷惑 那要破这些的祸业 只有靠着多文 所以过去济公老师讲 真理为什么 为洗笛记 只有靠着听闻真理 才能够去化我们负面的情绪 所以理不明道难修啊 般若为诸佛之母啊 你没有道理你不能起修 本有的妙智会不现前 你根本出不了生死苦海 你也成不了佛 都没有 所以过去我们进道场 十节因缘叫我们不断的往外 现在十节因缘告诉我们 往内啊收心啊 收自己的心 别人收不收你管他的 你收了你不被他动 他是一个劲啊 好好画画 由他不由我们 如果让他影响到我们 我们就是心随进转 他变成我们的主人 所以要自己做自己的主 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明白道理固然难 执行力也很困难 所以因为有无名货业 才会有企业向 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恶 终究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报到我们自己身上 了解一切最后终有报 善事我们就不会退让 能与人结善人的我们去做 那不好的事情 不因为眼前别人看不见 我就敢做 你不敢做 因为别人看不见 上面的看得见 好好坏坏是上面在做主 不是人在做主 人如果在做主 各位前嫌 有权有势的就是大爷了 他就没有是非公道了 所以天地间最公平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有因缘果报 他成为宇宙万有运行的最高准则 所以我们了解一切都有一个因缘果报 这个定数都是自己招来的 我们只会谨慎小心自己以后的行为 而面对自己遇到逆境的一个所谓的考验的时候 就没有怨气了 所以众生的六道轮回 没有离开霍业果 都没有 那眼前的修行 还是老句话 老话一句 好好去把义理弄清楚 那有事没事 我们的念头起来的时候 你洗涤的速度才快 一个念头起来 一个道理去把它破 破了你以为就 从此就斩草除根吗 不会 它会反反复复出现 刚开始破 会觉得举步维艰 可是当你破的速度 越来越快的时候 那个念头才会终究不起 斩自己的邪师妄念 各位前嫌 它都不是一步到位的 它一定反反复复经过一个长时间的阵痛 而这个阵痛时间越久 就表示这一个区块 是我们的致命要害 那个不痛不痒的是你过去已经经过的功课 有人爱美 你说他不美 他记你三辈子 我觉得可能我们从小就被人家讲很难看 有没有 所以美不美也无所谓 我就开一个玩笑跟他们讲 其实美不美 但是你的角度我来看 我觉得你没有十八姑娘一朵花 我到了六十还是这朵花 因为我十八跟六十是一样的长相 我就不会有后面的什么 一个冲击 任何事情你比较容易看破的 它就不是你在意的东西 你看不破的 就是我们盲点之所在 而这个盲点 你不去化掉 不会死掉 它就不见了 不会 死掉它会加重 因为它会把你这一生的无名熏进去 又含在阿赖也强化了你那个 最难突破的功课 所以在前生经事里面 那个人才讲一句话 他说人来世间是来学习东西的 可是往往真的学习的成功 可以回去人没有几个 因为所有他学习的好好坏坏 他完完全全要带回去 然后再来的时候 他带着他过去生 没有学习过的东西要带下来 那个包袱的沉重 就会让他越来越沉溺 那学习成功人回去呢 他说只是境界提升 他还有更高深的课业有待学习 他还是要来元界利液 所以你看前世今生这一段话 他没有任何修行的一个理念基础 他出来的跟我们讲的佛理 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所以讲完这一段话 我们就可以修行 所以古德有问 他就问了 见苦之因 理念为修行之要 我们了解了 所有变异生死 跟分断生死的苦从哪里来 就从当初一念不觉 起心动念了 他而来的 所以理念才是当务之急 一切的修行都教我们要理念 那有人就问 理念这么重要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离开这个念呢 于是马明菩萨就讲 就地跌起 就地跌倒 就地爬起 这不是马明菩萨讲 这是那个古德讲的 我如果没有记错 如果是我在憨山大师的这个注节里面 他有这么一段话 你在哪一个地方最容易刺激我们对境身心 在那个区块上 你要多下功夫 所以就地跌倒 就地爬起 什么意思呢 他从一个粗的讲 他无人之念起 不离对象 对象者六根对的六成敬眼 讲这个粗念 我们人所起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对境而起 离根层相对就有六四的一个分别 我听到了什么 我吃到了什么 我摸到什么 我看到什么 从六根所摄取的净 然后你依着自己的那个喜好有没有 业务去定他的善跟恶 所以你起修就是什么 不要去碰这个东西 所以众生认六根 认六根为固定之我 我们认为我们的六根 这个色生就是我们 所以我眼睛所见的都是真实有 所有六成敬就是我接收的讯息 为我所有 所以我们的十八戒 我们的六四 就是从这样来的 跟成相遇 起心动念生分别 他就变成什么 变成十八戒 六根对六成生六四嘛 根成四就变成十八戒 十八地狱是从这边来的 一个念头不对 还真的就打到地狱里面去了 地狱代表痛苦代表烦恼 所以牢不可破 长久以来 我们已经被这个模式给困住了 这个叫做就地跌倒 我们的痛苦烦恼是境界带过来 若想就地爬起 我要站起来 就此十八种结业为入门之境 你在哪一个地方是你的致命要害 那个地方就是你姐姐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不一样的 我们累劫我们欠修的 跟已经修过的功课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盲点 我们在修的速度的快慢 他为什么有差异就在于这里 有人对财很舍 有钱舍没钱他也舍 他过去过了 我对钱财很吝啬 我有钱我舍一点点 我没钱我都没有我还给你吗 我有很多的理由 这就是我的功课没过 我执着这个外貌 那是因为你也把这个外貌 当作真实有 你再怎么留恋 想方设法 你留着住青春岁月吗 过去有一首歌不叫做 青春小鸟一去不回吗 所以我们在哪里有盲点 哪里有看不破 你要试着在那个区块给放下 解脱法分为三等 这叫做三生根器 第一等上根者 不研究教义 不用研究道理 不用听什么这个 听那个都不必了 你很自然而然求到以后 我的六根就对六成没有感觉了 上圣根器 过去不是有人讲吗 谁说要听道理的 求完道就好了 求完道你就飘飘在天堂 谁说的谁负责 聚光老师讲我没说 聚光老师训文就讲 我没这样教徒儿 如果求完道就可以飘飘在天堂 还要叫你三不离干嘛 不离经典 不离佛堂 不离善之士 这个不就是义礼的心修吗 所以聚光老师训文有讲吗 你们谁教的谁负责 你们谁引导人家这种观念 你去负责 你负得起吗 你错误的引导 最后因果你要承担 因为你回首那是法身会命 所以这些观念我们不修正 一直错到死为止 死了才觉得 那阿内已经 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因为谁也不能够死而复生 这是指上根器的 你看我们天然师尊 我们约会师母 人家一个是儒门的弟子 一个是我们师母 是有修行团的一个领导者 求完道以后 完完全全的舍己为人 那个是立根器的 这种人有 但不是所有的人 他求完道 他就根是里有 什么意思 六根对六成 就是不相 对了不生心了 你跟我做得到吗 一天到晚讨论吃什么穿什么 那还能够不生心吗 事情没来都在起念 事情来不是更严重吗 无所言相 外在的一切 他不攀缘了 他不入心啊 这个叫做一等上根人 但是这一种人难得 而这一种人 你要教他这个方法 你也什么 受受皆得其人 受就是传受的人 你很难遇到 我们讲明师难遇啊 那真的求完道以后 就能够立刻 跟成相遇 不生心不动念的 这种根器的人 也少啊 所以这个跟我们 跟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是不相干的啦 那是立根器 多半是落在第二种跟第三种 中根器者 必须研究教育 研究圣人的义理 透过圣人 你看到的这个不是你啊 这个二目要回光 就是透过圣人 经教的讯息 动自己的始觉制 照我的本觉理体 看我当下的起心 动念 言语 照作 跟圣人所教我的 真如里面 所涵盖的万善美德 有没有产生冲突 冲突就是我要改啊 所以多半我们是落在这个区块 所以医治正理 没有这些智慧 正理就是达本还原 信愿行政的最后那一个 修啊 你没有这智慧 你怎么修 那如果这个东西 我做不到呢 第三种人 所以现在的我们 多半医治 医治个第二种 第三种 第三种 三等下根者 善根浅显 他的根气不利 要多费培养志工 要小心翼翼的呵护啊 水太多了 把他淹死了 水太少就干掉了 要适时的灌溉 他就教我们 多重福田 多求忏悔 各位前前 你看这两个 你看这个三圣根气 古德 佛门里面 教我们的教化的方法 跟我们的 十条大院 跟我们的三宝修为 是不是 不谋而合 生三密恶 多重福田 未成佛道 先与人广结善缘 但是这个结善缘 不是让你 着那个功德相 是借由与人广结善缘的时候 勤修戒定慧 这个戒是什么 这个戒就是 众善奉行 我不再谋一几只私利了 我借与人 在结善缘的时候 把我的私心给去化掉 私心去化掉 本有了之后就现前 他也是可以 还有 就我已经犯的错 多忏悔啊 所以这个多重福田 多求忏悔 也不要把那个多重福田误解为 我外面事情好事多做 不失度千贪嘛 持戒度毁犯啊 都还是在熄灭自己心内的无名啊 等到我善事做足了 戒定会足了 你一样啊 一样可以理念啊 对于外面的境界 就没有过多的贪求 所以综合这三种 上中下三种根器的人 来帮助我们 循序渐进达到理念 这就是古德教的 就地跌倒 就地爬起 那一旦成功呢 大学不是也讲吗 闲人屈生物与昭著 圣人圣信念与隐额 闲人圣人用功着力点不一样 但是一旦达成呢 一也 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速度有快慢不同而已啊 最终得到的结果一样 所以用这些所有古德 在解三大圣起信论 我们来印证文仪贯道 在过去我们没有任何经典 做依据的时候 不论是点传师半道的点道词 或者前辈子教我们的三步离的修行 就是佛陀讲的 49年 那么多经典的精华 修行的一个方法 都净函在内 所以才教我们 你求到了就好了 可是问题我们根气烂啊 所以你就透过三步离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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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